之後我們來畫個全部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的話我是根據美元折線圖來改 那改哪些地方,其實各位可以觀察到 主要就是說,第一個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左邊跟右邊最大的差別 就是M跟R的差異 左邊的話基本上 如果按照編號的話 左邊應該就是13579 右邊的話就24680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跑一個回圈 因為有10個欄位 所以我就在全部折線圖上面加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就是forI 因為我的編號是希望它是從1到10 所以1空一格到10 Enter兩下,Diagnize 那跟他講說我要做的編號1的話就美元 2的話就是人民幣 3的話就歐元,一之類推 就按照這個順序 然後我把這兩行把它搬到for net裡面 讓它去run 並且把這兩行按個TAB鍵 讓它在這個回圈裡面有個階層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改 可是問題來了,怎麼改 因為我希望左邊右邊放 所以接下來怎麼樣讓它判斷說 它到底是奇數還是偶數 所以如果當然你需要一個邏輯 如果if 如果後面加一個條件 那我怎麼判斷就是I 什麼情況下它是奇數 什麼情況下它是偶數 那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如果I除以多少的餘數 那用mode 除以多少的餘數 記得有個函數叫做mode 然後這個mode 這應該算運算值 算完的結果 如果I除以2之後的餘數等於1的話 那表示說它應該是什麼呢 它應該是奇數 那enter兩下打一個else 反之的話那它應該是偶數 再enter兩下打一個andif 先把結構打出來 好,這個敘述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就是如果哪一個數字 除以2之後的餘數 這個叫餘數 除以2之後的餘數 如果為1的話 那表示說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奇數 那反之應該為0 因為如果2除以2 那就整除了 餘多少?0 所以不是1就是0 那如果餘1的話是奇數 那我就把這兩行怎麼樣 把它先複製一個 複製到這裡 做什麼事? 你就幫我做 放在左邊的這件事 那左邊的話我剛剛提到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那個m的部分 那如果你放右邊 再把這個搬到它L的下面 然後一樣按個TAB鍵 習慣上給它一個階層 那接下來的話 記得下面這個就把它改成R 有沒有?R多少? OK,這個就R 再來的話你需要讓它往下一列 有沒有?往下面 我先把舊的圖先刪掉 刪圖這個在雲端上有 你把它複製貼過來 可是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變成說第一個 第二個 它不會往下一列 所以往下一列的話還記得吧 我們可以在這個迴缺上面 多加一個變數叫K K等於1 K等於... 我們要讓它往下... 對,這個K等於1 預設值等於1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將來 第一次放的話應該是M1 再來就M11 M21 它之間相差都是10 所以我可以再把這個M後面這個數字 改成K 所以M後面空一格K M的K M的K 記得哦,這個可能就是把M1 Edelete掉 因為它剛好在右邊 所以M的K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的話它就往下... 這個一樣 R也是一樣 因為R是要往下... 所以這個M的K R1也是一樣 Edelete掉 然後把它改成M的K 好,那M的K之後的話呢 我們記得哦,請你在哪邊加一個K等於K加10呢? 記得請你在這個... L10哦 因為左邊、右邊嘛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再來才換到下一個哦 所以理論上是... 基數的部分不用換到下一列 只有在偶數的地方換到下一列 所以記得在L10下方等於K等於K加10就可以了 OK,所以它就會往下一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可以跑出大概的樣子 有沒有 美元 可是你說 我說不對啊 有往下跑 可是為什麼全部都是美元 到底應該可以理解啦 因為底下這個有沒有 叫做 Set Source Data 通通指向美元嘛 就通通美元 有沒有 這個日期嘛 那這個美元 所以哦 我們應該怎麼樣 當它怎麼樣 如果為1的時候呢 那就是B 為2的時候呢 那就是C 為3的話呢 就抓D 這個上個禮拜才做過嘛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方式 這個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呢 我增加一個變數叫COL 等於什麼呢 等於MID 去根據呢 它的那個什麼呢 這邊打上BCDEFGHIJK 那也就是說呢 把我們總共有10個藍位的藍名 打在這一串 逗點之後的話呢 那就跟它講說根據I 來去抓前面的那個藍的名稱 所以當I等於1的時候就抓到B 當I等於2的時候就抓到C OK 那逗點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就可以了 後瓜糊 然後呢 最後記得把這個COL 放到哪裡呢 放到B的位置就可以了 OK 這邊有B嘛 OK 所以哦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那記得啦 這個 就是一樣啦 把這個COL放在一個字串當中 那個口訣一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COL 然後並且把AND的符號 前後加空白 好 那底下 其實我建議啦 你做一個之後 如果你要加快 乘4的話 因為頭跟尾 這邊一樣 所以複製一下 然後底下這邊 這個E的部分 這個 這個B有沒有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做一樣的事 那這邊也是一樣 把它貼上這個字 算號到算號 貼上去其實就可以了 不過這可能工要蠻細的 不能做錯一點點 OK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你今天 假設跑I等於1的時候 那就抓到B I等於2的時候 那就抓到C OK 那我們把舊的圖給刪掉一下 然後跑跑看好了 OK 知心 那這個時候我先設個中斷點 因為我怕同學在理解上面比較不清楚 或者將來你要除錯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設個中斷點 然後配合F8 F8去抓 這個時候 當I等於1的時候 他就得到多少 得到B 然後把美元的B欄 就是美元 把資料 因為 再來的話 I等於1 所以I mod2 有沒有得到1 是不是等於4 所以就跑這個邏輯判斷 在這邊 讓他往下 下一個 有沒有 所以跑這個 就把美元給畫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在 當I等於2的時候 這個時候I等於2 所以抓到C 所以一樣是抓人民幣的資料 那因為I現在等於2 所以I mod2的時候 等於多少 等於0 所以他不會等於1 所以會跳下面的這件事情 所以再來的話呢 跳Ls 然後把他畫在R的地方 然後來源就變成C 所以變人民幣 有了 有沒有 那K等於K加10 K等於K加10的話 等於M1 等於1 有沒有 放這邊 那加了10就放下一個 所以下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把 下一個應該歐元吧 那意思類推啦 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讓他全部跑完了 OK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 就會看到 兩... 不對 對對對 這沒錯 歐元嘛 再來日幣嘛 再來英鎑 澳幣 不過你會發現 有些圖好像長得都很像 好像這兩個好像是不是連動的關係 經濟是不是互相有影響 然後港幣 人民幣 有些是好像相反 他關係好像是 如果他高他就低 他低他就高 所以如果你能夠抓到這個訣竅 只要那個看另外一個 尤其他就有一個徵兆 有沒有 他就可以去換算另外一個 他的漲跌啦 如果你可以抓到這個要領的話 最好就是說他低的時候買一點點 當你要用的時候其實就很便宜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換匯的一個小訣竅 這個也是我常因為我常出國的時候 我就在出國之前 我先把低的匯率先買到 然後呢 當出國的時候 我又可以使用的就是比較低的匯率 OK 這樣我覺得出國完的時候 真的就省了一些錢下來 OK 不過當然這個 OK 那其他一樣啦 那所以今天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全部折線圖 那這一段程式嘛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各位也可以找找看 這個的話 這個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 所以美元折線圖 我剛剛 我把它加個2啦 表示是兩個 全部折線圖就在這裡 但是我最後呢 還有加一個R 這個我想 後面再來看 因為如果會有另外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抓的資料是1月到2月 可是將來這個1月2月的資料 可能會變動 現在32嘛 那如果我現在假設要抓新的 比如說我抓 要抓多一個月 那如果多一個月的話呢 它一定就不是32了 所以我這邊假設 再讓它run一下 我要抓是2023的1月1號 然後到2023的3月31號 那剛剛的列是到32 可是呢 現在的話 它就會Ctrl向下 我看 Ctrl向下 欸 變55了 那如果你現在在run 那一定就出錯了 因為你剛剛寫的程式是怎麼樣 你寫的程式是寫到32 32 哇 真的很麻煩 有沒有 OK 那怎麼辦呢 好 最後一定要再加 自動追蹤 最下面一列 把追蹤到的這個變數 再放到這個32的位置 就結束了 OK 所以哦 如果你可以把這件事完成 那表示其實你算是 已經很厲害了 OK 那最後怎麼做呢 R等於 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Range 我好像前面跟各位講過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後的程式 通常資料可能不是太固定的位置 那你就必須要向下追蹤 那我用A1Ctrl向下 就是寫成M的 XlDone 這個好像前面寫過蠻多的 OK 然後呢 去追蹤到它現在所在的列的屬性 幫我丟回來 所以點Row就可以了 把這個Row的資料 放到這裡 那這個時候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 R就會是55 把這個55放到這個32的位置 那記得哦 它怎麼放比較簡單 M的直接加一個 把前後雙引號32改成R就可以了 這樣就OK了 改成R OK 這樣就沒問題了 不然哦 如果假設你沒改這個的話 那你永遠畫出來的圖 都只有到32列的位置 後面的資料呢 就一定不會顯示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我剛剛加了這個 R 然後改 本來這邊的話 是一個32的前後雙引號 本來是這樣 那我直接把它改成R 改成R OK 就大功告成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Row之後 你會發現呢 我把圖一樣先刪掉 然後再全部繪製出來 就不會是有問題的狀況了 不過好像還是有問題 看一下哪邊有問題 最後最後有 有沒有地方沒改到 M的32 還有啦 這裡啦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怎麼改 因為它不是在這邊哦 所以這邊記得哦 它在這個文字的中間 所以這個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R 因為它是在中間 然後前後呢 一樣加空白 然後這底下也是這樣 我用拖懶的方式 雙引號到雙引號複製 然後再把它貼到32的位置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了 試一下哦 所以啊 寫程式難免會發生錯誤啦 就除錯就對了 反正把問題找出來 Row一下 欸 它就乖乖的了 OK哦 所以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寫出來的Type幫助了 以後如果你是 做分析師的話 那其實真的你很需要這個功能 但誰會幫你寫 如果你自己會寫的話 哇 那太棒了 很多事情你馬上可以撈資料 馬上分析 馬上有結果 馬上判斷 馬上要做決策 那就會省掉很多的力氣 OK 這個是絕 這個非常好用的 所以今天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 把這個部分給做出來 試試看 那我有把雲端上面有放成4 你們自己再稍微參考一下